咱们接下来的这支点是关于错误处理的 来咱们做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错误有哪些 咱们其实在一直在学 也学了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了 然后他那个错误 咱们见过什么 见过notice错误 还是什么 warning 还是什么 fa什么致命错误 来咱们看 我把他们几个错误 通通实验一遍 来新建个1.pp 1.pp 打开格式 以他变码 千块万二pp 如果说这么写 我直接把达姆一个 不存在的变量 会是什么错误呢 dollar name 来 localhost localhost下面的第23节 下面的1.pp 直接报notice 它错误分解 分为notice 然后警告呢 警告的时候 自从哪儿能挤出例子来 警告 这会儿啊 它是notice错误 为啥呢 因为内蒙 这个变量根本就没有 对不对 根本就没有 来警告 还记得怎么回事吗 incrode incrode 括号 然后我包含一个什么 包含一个2.pp 有这文件吗 没有 看它会报什么错误 然后保存 然后刷新 警告 报警告 那致命错误是啥 致命错误 致命错误 我比如说我调 调有一个不存的方法 这有什么呢 这个add方法 不存的吧 这方不存在 我这块 我写个 echo dollar name 后续代码 后续代码 这块 echo echo incrode incrode 后续代码 后续 后续代码 加一换行 br换行 太价换行 这块 我先不用 一会再写 他们两个 有什么区别吗 我走 这是到了内部值 后面的代码 然后这个incrode 后面代码 你发现什么问题 他notice也好 warning也好 他后面代码 都会继续执行 都会继续执行 来走 我再写个东西 我写一个 当年AD方法 这话存在吗 不存在 根本就不存在 让他报 什么错误呢 我写echo 然后 我是add 方法下面的代码 方法 下面的代码 我去刷新 走 那个东西 你需要输出来了吗 什么 我是add方法 后面的代码 根本就没有输出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来这块 我说一下 什么 NOTSE Notice 还WAR MNG Warning 总拼的 WAR 这个东西 拿过来 这两种错误呢 后续代码会继续执行 后续 后续代码会继继续执行 然后 那这种呢 它就不会致命错误啊 这种是致命错误 致命错误的话 不会 后面代码不会执行 不会后面代码不会执行 后续代码不会执行 这个意思 那么怎么去屏蔽一些错误呢 我教大家一东西啊 怎么去屏蔽一些错误呢 比如说 我 这个东西 我不想给NOTSE 我写个add符 add符 就是什么 sif的键 按着R add符 保存 然后刷新 看还有没有NOTSE 少了一个NOTSE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WARNING呢 看用这个东西 再试一下 保存 刷新 WARNING 警告也没了 那致命错误呢 致命错误 add符 不好意思 add符呢 这它不会生效 不会生效 好吗 还有一点 这些错误啊 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下 知道就OK哈 这错误 真正的开发当中 不会说把错误给屏蔽掉的 不会把错误给屏蔽掉 因为你要调试嘛 好 这是一些东西 它有三 有add符可以屏蔽些误 警告啊 或者是什么 那个那个NOTSE啊 但是它屏蔽不了 屏蔽不了致命错误 屏蔽不了致命错误 好 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哈 然后我想让所有的错误都不 所有的错误都不显示 我还Ctrl C 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变成2.PP 回车 我把add add符全干掉 不要 我还让错误全不显示 好 来 访问2.PP 2.PP 回车 好 警告 他们都有了哈 都有了 听着吧 都说他所有的东西不显示 然后呢 通过改什么东西呢 通过PP的配置文件去修改 知道在哪哈 PP配置文件 然后呢 找到PP点INI 真正线上的时候啊 错误肯定是都不让他显示的 因为啊 如果说真跑错了 也不会让他知道 不然会把错误的什么 会把错误写到一个错误日之里面去 只有开发人员能看到 不能让用户看到一些不友好的提示哈 然后卡通 f搜个什么东西呢 他的一个叫做 嗯 Display errors DIS Play DIS PLY 下线 一 二二二二二 哎 Display errors OK在这儿 拍个on 我呢 只需要怎么着 我把on改成off 改完之后还记得怎么着 要重启服务 restar our service 重启服务 来 重启完之后 我再去刷新 刷新 怎么着 是不是不会报错啊 不会报错了哈 没有错误提示 没有错误提示 这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还是把它打开吧 我还是把它打开啊 这一块 返回 返回 保存 然后再重启 在这块啊 配理文件这边 Display errors 改成 改成off 我这个是改成啊 这样的通通不显示还是 restar 这个东西要记一下 知道在哪 好 重启完之后 再去刷新 走 好 又回到报错了哈 这是一点 再说一点 我可以怎么着 我可以把一些错误 写在那吧 把些报错呢 我不让用人看报 我写一个错误 是里面去 怎么写呢 叫做 error也在这里边哈 可以配置一下 Ctrl F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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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了线什么 2 下滑线 ro ro 回车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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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哈 配这个路径 在哪呢 错误在哪呢 在C盘下边 logs 日志下文件下边 来找一下 他下边回过来 找logs logs 他下边了 在这下边 在这下边 然后哪个文件呢 你看 他配到哪个文件去了 他写在哪个文件去了 写的 pp error log p error log 写到这里边去的 这里边去了 看他打开一眼 看有没有哈 我先删掉 先删除 删除了之后 我再去刷新 然后好 看有没有 走 刷新 刷新 咦 咋没有啊 刷新 走会儿看 应该会有的呀 好 这样了 刚才没看狼是吧 来 在这儿了 pp error log 刚才删错了吗 他是哪个文件 我看一眼 pp error log 是啊 找到 pp error log 我删掉 删除 删除之后 我再刷新 好 看有没有 好 已经有了 还会有哈 你再删除了 还有 来 我打开 看一下有没有错误 哎 凑在哪了 找到他翻了吗 他都会写到错误日识里面去 都会写到错误日识里面去 然后呢 我可以自定义哈 我可以再自定义 我写个什么呢 我这会儿写一个 哎 在哪呢 我这会儿变成什么 先注释 注释掉 保存 然后你修改什么文件的时候 在这边修改配置文件的时候 一定且急要复制一份 别的原有的基础去改哈 不然你改错了之后 你就不知道哪错误 这会儿呢 我变成什么 我变成 变成txt可不可以 变成个1.1.txt 然后我重启一下 我自己写的哈 重启一下 来来 还重启完之后 我刷新 好 来走 哎 咋没有呢 刷新 刷新 不知道是 我再看看啊 咋回事 那我说行吧 我把它改成什么 我改成点log文件事 改成1.log 少个引号是吗 少引号啊 引号引起来 咋回事 引号 好 印完之后再去重启 我记得是可以的哈 re star 重启 好的 重启完之后 我再去刷新 好 刷新完之后再去文件央去看 哎 是不是多得1.txt啊 这你们自己 这是咱们手动自己写的哈 然后 哎 重启一会写到这边去 好 我还复原哈 还复原 这块不要 删掉 不要 让这块还打开 可以自己手动去配置一下玩玩哈 好 那我们说咱们的错误呢 错误处理呢 介绍呢 就介绍到这 好 自己呢 自己家去配置一下 好吧 好 对 好 同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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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